事業運勢 直標的是我們第一名是屬狗 內外呢 兼具自己的內斂 還有對外的貴人的扶持 桃花運 在這個禮拜第一名是我們屬老虎的部分 你做什麼事情如魚得水的那種感覺 勉強我們把好的第一名拉出來是屬馬 但是記得睡覺可以減緩你會莫名其妙發生的這個牙筒 晚上睡得很大 阿南化生肖 沒看見了料 大家好我是阿南 大家好我是大寶 南哥 為什麼沒看見了料呢 因為這禮拜來到了我們12月的第二週的運勢 第二週等於是說我們已經經歷過了大學這個節氣 沒有錯 所以這個禮拜呢 事業運勢 直標的是我們第一名是屬狗 內外呢 兼具自己的內斂 還有對外的貴人的扶持 當長官看到你的優點的時候 你更要在這個時候加深自己的工作內涵 讓人家覺得說 你真的不錯 你不只這些事情能夠處理而好 而且你有在進步 搞不好 下一波提升官啊 加新的名單就有你囉 對 第二名是屬龍的 龍來到這個禮拜 做什麼事情 只要你得當前兩個禮拜的整個鋪陳如果OK 這個禮拜的結案是非常迅速也非常成功 做什麼事情在這個禮拜都能夠如魚得水 對 這個禮拜的話好好趕快上井八條吧 你會有一個不錯的一個進程 那上禮拜的第二名的兔子呢 就落到這個禮拜的第三名 你只要把上禮拜的事情呢 疏忽掉的或者是你懶惰的部分呢 趕快把它追緊回來 自然而來不會受到很大的危急 甚至是損失 那這一個禮拜的生效比較不好的是屬馬的 可能你做事的態度太過於疏忽了 粗言呢 讓人家覺得你絕配散淚 也就是說你自己所做的好與不好呢 是你自己沒辦法揣測跟捉摸的 那與其這樣子呢 就好好的謹言盛行 準時上班 準時下班 我們先管好自己的嘴巴 好會是讓自己這個禮拜 比較平順過的一個方法 那再來第二名比較不好的是 我們屬老虎 等於是說在事業運動方面屬老虎的 這禮拜會讓你有一種感覺好像是 抓不到一個方針 束手無策的感覺 抓不到方針 什麼方向好像都會稍微有一點點無力 但是呢這個無力感呢 你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我們就是穩扎穩打 不要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 這樣就好 耐心的去克服啦 那第三名比較不好的部分 是老鼠的部分 百計千謀 盡量不要用你的投機取巧的心態 來完成每一件工作 還有你現階段的這些事物 屬老鼠的你要注意喔 尤其在這個禮拜的話 不要再有這些投機的行為 或是用自己的小聰明 這些呢 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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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很難看的 桃花運 在這個禮拜 第一名是我們屬老虎的部分 你做什麼事情 如魚得水的那種感覺 得心應手 開出一朵小花 對 如果說是有伴侶的老虎 有伴侶的老虎 把下班的時間 多一點心思 給我們另外一半 那個都是彼此給自己增進 那種情感之間的生活 第二名的話是我們屬蛇的 魚你這個禮拜的魅力呢 是明顯的提升 那你的一舉一動 你的目光呢 都是備受矚目 蛇的朋友呢 這個禮拜因為你的光芒四射了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你在於你的外表的打扮打理 或者說你的言談舉止上呢 這個禮拜呢 因為你會受到的關注 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不妨好好的打理打理自己 那第三名的話是我們屬羊的 適度的將你的能力跟優點 用你最聰明智慧的形式 把它呈現出來 自然而然人家就感受到 你的窩心跟溫暖 感受到那種親切的氛圍 羊的朋友呢 你可以把你的優勢 你的興趣 把你的優點呢 在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想要追求的對象 適當的展現 用適當的方法 會得到不錯的成效 它就會受到一個驚喜 還有一個感動 兔子呢 呃 在這一個禮拜呢 是非常非常要去注意的 來衝衝去衝衝 讓人家很覺得你 勢在必得的感覺 反而會造成沒必要的困擾跟排斥 其實兔子在這個禮拜要注意 在你的桃花在戀愛方面呢 適合走這種細水長流的路線 那種來來去去的 在這禮拜裡有太多地方 沒有錯 還有切記 泛桃花 所以兔子喔 你不要太虛化 在感情上喔 是 是屬龍的 在這個禮拜的桃花跟貴人運勢 第一個 你表白的成功機率是非常低的 那再來是貴人呢 也比較不容易讓他接近你 可能你做什麼事情 怎麼樣的一個行為 都讓人家絕對有所排斥 所以呢 可能分力點比較好 那第三名是我們屬馬的 這禮拜呢 要好好的充電 充實自己的不足 那再來呢 記得你不要心不在焉 這樣子你講的比較婉轉 我幫你翻譯一下 屬馬的朋友 這禮拜在戀愛愛情運勢 沒有你的份 不要再把自己的心思都放在愛情上面 因為這禮拜對於你來說 那些時間都是浪費掉的喔 那再來是財運的部分 第一名的生肖是屬狗的 我堅持你的目前投資的方向跟思維 自然而然你獲率的機會就非常的高 適合做一點加碼的動作 但是不要變來變去喔 因為你現在運程 在這個禮拜來說還不錯 其實你就是維持你的脈絡 再去加把勁 就會有不錯的收穫 那第二名的話是我們屬豬的 會開心的和不農嘴 跟你現在一樣 你看我們在看多少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呢 不要投機取巧 對這個要特別注意 屬豬的朋友呢 在這個月上 尤其是在最近可能 因為整體運程有一個好轉的 有時候會 偶爾的慶功宴OK 但是要注意 酒的部分都會屬豬的朋友 這個月呢 要平常再少一點 對 那第三名是屬雞的跟屬牛的 這個禮拜有機會 讓人家感受到你之前的用心 所以呢 加薪的機會 就特別的擁有 小心 有這個人事上面的小破財啊 就是說 立案花庭啊 還是說 有一些社交的 花費會比較多一點 那再來是 我們比較 財運這個禮拜 最不好的是屬老鼠的 第一個 遠離你的投資風險 還有做什麼事情呢 準時上下班 不要遲到或者是早退 這禮拜呢 你要格外的注意 還有呢 可能會花費在沒有必要的 花費上面 懂得節制 再來是 第二名比較不好的是 我們的兔子 投資第一個不當 那第二個呢 會因為你的壓力 造成了一些隱患 然後以至於讓你 花錢揮霍無度 那這部分是屬兔的 這禮拜要格外的注意的地方 第三名的話是屬龍的 第一個 多聽一些貴人跟長輩給你的 機會教育 那在投資上面呢 記得不要封閉自己 所接收的訊息 一賣的就投入 那通常這些判斷都是錯誤 所以身體健康呢 是大家都必須要格外 在堅守的部分 所以勉強我們把好的第一名 拉出來是屬馬的 但是記得睡覺 可以減緩你 會莫名其妙發生的這個牙痛 會暗睡嘛 會大嘛 所以 火氣大的關係 所以屬馬的朋友要記得 在這個禮拜的話 讓自己的睡眠充足 可以避免自己一些牙齡腫脹 這種因為你揮霍的話 就會導致這些牙齒的部分會不舒服 要注意一下 沒有錯 那第二名的話是屬狗的 一樣 我們還是建議屬狗的朋友 多到戶外去運動 把你的汗代謝出來 那如果呢 運動得宜 或是到健身房去 撈個冬的也好 重訓一下也是非常好的 那再來第三名是我們屬羊的 跟屬牛的 健康方面呢 稍稍有一點欠佳 但是勉強還是過得去 記得 不要讓自己太過於勞累 怎麼樣減緩 薰衣草是可以非常非常減緩 這個勞逸的部分 所以薰衣草茶對於舒緩情緒緊繃 這件事情對於屬羊屬牛的朋友來說 會是你這禮拜 蠻不錯的一個解套方式 對或者是水果茶 玫瑰茶 這個都是非常好的部分 你看最不好的部分 是第一名是猴子的部分 有個是操心勞弱啦 要因為事情的忙碌導致了 其他地方器官會去傷害他 第二名比較不好的是屬蛇的 要面對你現階段的身體 是不是能夠負荷 你有病變的部分 會有一些癌細胞的部分去做肢長 可能盡量的排汗 然後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第三名的話是我們屬雞的 記得遠離水邊 然後呢 會有一些皮膚性的滋長 還有異味性的皮膚的問題 這方面的有關水的部分 因為屬雞的朋友千萬注意喔 這個只要跟水有關係的 可以稍微提高警覺一下 因為 歡迎大家留言在底下給我們 我們呢就會找時間來幫你解答喔 記得繼續訂閱 換阿男話聲一下喔